HELLO DR.MAN 因為疫情的影響,很多人的心情都變得很差 那麼長期下去,會不會演變成為抑鬱症呢? 是的,過去的疫情已經持續了好幾個月 令到我們整個世界的節奏都改變了 因為這種節奏的改變,有很多人都會感覺到憂慮、憂心、煩躁、不開心 其實當這種憂慮、失落的感覺持續 或者會令到你感覺到身體上的不適 或者令到你覺得不知怎辦 又或者會影響到你日常生活的時候 可能這樣已經成為一種抑鬱症了 抑鬱症的症狀就是包括我們是感覺不開心、失落 好像沒有希望一樣,可能會很煩躁 也可能會令到我們很累的 經常都好像不想起床 又或者有些人也會覺得睡不著 雖然睡在床上,但不能夠入睡 也會有一些人感覺到身體上的痛楚 多了周身骨痛 在嚴重的個案裡,甚至還會感覺到想有自殘 或者傷害自己的感覺 如果有這些症狀的話,應該是去看醫生的 嗯,抑鬱症會有什麼治療的方法呢? 那如果我們醫治的方面,我們大概是有兩類的 第一就是藥物,第二就是透過心理的輔導 那藥物,好像我剛才這樣說過 其實在藥劑上,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種類的藥 而在每一個種類裡面也有很多不同品牌的藥 那所以呢,就算你有聽過我朋友或者我家人試過有一種 他又說要吃很久,然後又好像沒什麼用 那不代表這種藥對你來說是無效的 那所以呢,一定要去見家庭醫生 跟他講一下你的憂慮 那你吃開了這種藥,也不代表一輩子都需要吃的 如果是你第一次接觸這種藥物 那當你過了,平復回來的時候 那我們是可以減藥,甚至是不吃藥的 那但是呢,如果你不嘗試,就不知道 究竟這東西對你有多好的好處了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我們所謂的精神輔導 那有很多人就跟我說,會不會就這樣睡在這裡 說一下自己為什麼不開心啊 那又好像沒什麼用啊 那其實呢,這一點呢 不再是一個很主觀的一種醫療的方式了 現在呢,也有一些很客觀的一些方法 來幫你呢,來去尋求,看一看 為什麼,有什麼正式是會令到你不開心 或者有這些抑鬱的感覺呢 而呢,也都可以幫你有多一些途徑 或者多一些自己的一些方法 來去當你遇見這些問題的時候 然後呢,如何去插解這些的迷糰啊 或者這些的難關 那就等你呢,當你遇見問題的時候呢 容易一點來去度過的 那如果大家呢,想做一些能夠預防到抑鬱的事情呢 那其實呢,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那在我自己之前呢,也都有提過 我們住在北美洲,因為曬太陽不夠啦 那所以呢,我們呢,都會建議人呢 是吃些維他命D 那你發覺維他命D呢,也都可以呢 來去減少抑鬱症的 那當然呢,要有健康的身心靈體拍呢 那當然也是要做運動啦 還有吃東西要專注啦 要注意多種營養的食物 那還有呢,每一天如果可以的話 就出去逛逛 就算你家裡就打開窗 就這樣望一下外面,吸一下新鮮空氣 我亦都呢,時常呢,和我一些準備退休的人士呢 來代表,那如果你是長期想著 有一段時間可能要留在家裡 或者不需要上班的話呢 那都最好呢,找張紙呢,列出你每一天想寫 想做的幾樣東西 那讓你呢,自己每一天呢,都有一個原因 即是有一個目標,有什麼要做啊 那就好過呢,留在家裡 眨眼過了一個星期,衣服都可能沒有換過 那呢,就常常在這裡看電視 那可能呢,反而呢,還有一種失落感的 那另外呢,我們呢,亦都在網上呢 亦都有一些,是可以給你教你 譬如說冥想啊,或者舒緩神經啊 或者聽一下音樂啊 或者做一些深呼吸的一些運動呢 這些亦都很有幫助的 那如果真的發覺是很不開心的話呢 亦都呢,不妨呢,找一下朋友 或者醫生聊一下 現在呢,其實呢,網上體診呢 亦都是很方便 那所以呢,就算你自己不方便 去診所看醫生的話呢 那不妨打電話給醫生 看醫生能不能夠呢,透過電話呢 跟你聊一下,看看究竟這個 會不會是一個抑鬱症的問題呢 會不會是一個抑鬱症的問題 然後再等一下再說